新闻大破解 伯伟大新闻 大家好 俄乌战争 乌克兰会被一分为二吗 3月30号中俄外长会面 而4月1号是欧中峰会登场 欧盟的官员预告这将会是 欧中关系的决定性的时刻 就看北京怎么悬变 西方30年来的全球化和和平主义的政策 之前受到中共的一个威胁的冲击 现在再加上俄乌战争的 这个最后一根稻草的压力 那将会被终结吗 那之后会走向何方呢 还有中国的大城市上海市 从当局之强调不会封城 到突然被极端的封城 这暗残中共的派系的内斗吗 这对金融的产生会有何影响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31号说 美方不寻求达成对中国的新协议 但不能停止推动中国的变革 不能坐等中共的改变 要把美国的重点转向 重建本土的制造业 美国AIT的处长 30号在台湾抨击中共威胁所有的民主国家 要建立一个联盟来对抗中共的不公平做法 美国国会通过了竞争法案 还传出拜登要动用国防生产法 这会加速美中走向脱钩 或者扩大供应链的去中共话吗 而从俄乌战争决策来看台湾海峡 人性和理性的计算算得到 要算进去中共的共产意识形态吗 而北京究竟该正面学到什么样的教训 我们介绍破解新闻来宾 台湾大学政治系明郁教授明居正老师 主持人好 桑普律师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时事评论人桑普律师 主持人好 明老师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和英国政府的情报主管日前演说 认为有几大事件让这个时代处于一个世代的巨变之中 而且全球的新的安全架构的变化已经在发生 俄乌战争的效益有人认为终结了30年来的全球化的时代 所以请教明老师怎么看这件事的 或者说全球化进入了另一种模式跟阶段 那也有人认为说在战后 美国为首的这个民主同盟将会持续聚焦在中共方面 而且甚至推动去中国化或者说是去中共化 这有可能吗 还有第三个题目是 如果设想说对二国的联合经济制裁 如果用在应对中共上面的话 您觉得可能是怎么样的情况 这些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当然我看见他们利润那个基点 我并不完全同意 有些部分同意 但是我并不完全同意 为什么这样讲呢 这场战争的确是就是冷战过后 一场规模比较大的 然后这个冲击跟影响比较大的一个 即便是一个区域性的战争 那么但是你说是真的根本冲击了全球化 或什么区中化什么等等 我想那应该最多最多就向这个方向走 但是你说要一下切断不太容易 为什么这样讲呢 我们一点点来看 第一就是这个恶物战争 我们这次看到就对全球的经济 跟各方面运作产生一些影响 我们把它称为外溢效应 这外溢效应主要表现几个方面 大的来说 第一就是它影响了全球生产链 或供应链的这个排列组合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重组 第二就是它对现在已经就是 虎视眈眈的全球通膨 的确有很大的冲击效应 这两点我们是看见的 比较具体来说 一个是粮食 因为俄国跟乌克兰都是粮食输出大国 我们过去讲过 他们大概加起来光是小麦输出 就是差不多四分之一左右 所以这个影响当然很大 再来就是石油 再来天然气 矿物质 这大家都知道的 然后再来就一部分 当地区域性的运输 全球运输它影响到不大 但区域性运输还不算太小 所以这是我们看的一个比较整体的效应 然后具体来说 但比较有趣的是 俄国跟乌克兰都是能源大国 但是这些能源理论上是可取代 对不对 别的地方是有生产 然后那些量如果你加大化 基本上是可以把他们的影响力 压缩到一定程度 比如你说中东国家 或者说墨西哥 或者说是委内瑞拉 伊朗 这些都是有产其他国 你跟他们谈一谈的话 他如果同意或者有了共识的话 那这些可以上来 这些产量可以上来 所以他们这边的影响会比较小 那粮食影响比较大 所以光在这意义上 你说去全球化 我想就很困难 对不对 那这个第一大块 第二大块就是 你真正说要说去全球化 其实影响比较大 是俄罗斯 就大家现在慢慢看说 俄罗斯你要拿你的出口 拿石油 拿天然气 拿粮食什么 当做你的这个武器 然后去破坏国际秩序的话 那大家不太能接受 所以当然大家冲口而出 就是说那没有普京的话 这世界会比较好 不能这么说话 就是政治人物不能这么说话 当然这个大家都说有这个共识 但你这样讲话 尤其美国总统这样讲 你是不是暗示说要除掉他 或者要跟他对抗 或者你要杀掉他 你不能这么说话 那虽然大家都同意这个看法 我觉得就是 全球化 去全球化 不会真正发生的一个真正原因是 你觉得美国 或者说欧洲这些高科技公司 像比如说华尔街 你觉得他们能接受去全球化吗 不太可能 对高科技公司来说 它的生产就很难去全球化 因为它现在你看 你说一只苹果手机 它的这个里面的零部件生产 落在哪些国家 对不对 所以这种你要去全球化 非常困难 华尔街它的基金怎么 它是全世界去赚钱 用我们话来说叫 全世界去割韭菜 它也不会同意这个去全球化 所以即便有人宣告了这个方向 但是你说要实现了 我看很大的困难 这是第一块 第二大会就是去中国化 现在这样看见就是 大概部分性的去 部分区块 你说去中国化有可能 比如高科技 或什么华为 什么这些有可能 整体来说 现在我觉得也蛮困难的 其实你不要说去中国化 你比较很落实 你刚刚讲第三个问题 我把它联在一起谈 就是说你拿这次金融上面 去制裁俄罗斯这种手法 去制裁中共 你觉得可行不可行 你问了这个问题 有点难 中国的经济规模 现在是俄国的十倍大 俄国相对来说 它的经济大概是广东省的规模 所以你说一个十倍大的经济 你要制裁它第一的比较困难 第二整体来说 中国的经济跟世界经济 挂钩比较紧密 从大概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 它已经慢慢慢慢开始 走向国际走向世界 真正让它走向国际走向世界 是1999年 然后到开始那个 然后到了2002年的参加WTO 当它参加WTO的时候 各位注意看 它的外贸规模什么呢 就是成倍成倍翻涨 所以你看它什么超越意大利 超过法国 超过英国什么这样一部分上来 也就是说它的量体太大 这量体当然跟我们刚刚讲的 高科技公司跟华尔街 在大陆上大量的投资跟输选 是有很密切的关系 所以一个这么大规模经济体 你要制裁它 这个相对来说很困难 等于说全世界要联合起来 你不管联合不联合成功 全世界要主要国家联合起来 要制裁第二大的经济体 你看制裁一个十分之一大的 俄罗斯欧洲都有这么大的困难 你想想制裁中国大陆的时候 这个很困难 对 当然我们看见说 中国大陆它经贸 其实各方面对国际依赖也非常高 不管是高科技方面 或者说这个高精尖技术方面 或者说他们最引以自豪的军事的发展 但是它的军事的敏感科技 很大程度是从国外来的 再来就是它的进出口贸易的那个量 你说它赚很多钱 是 赚很多钱 因为它跟世界上很多国家做生意 而且量都很大 因为很简单 它的基本上人口数大 然后这个劳工数量大 劳工数量大的结果就是 如果劳工数值大到一定 大到一定 好到一定程度 劳工量大到一定程度 然后国家的法令 又能够保护国外投资者的话 大家愿意来这边投资 愿意来这边生产 这就为什么从90年代 中国大陆慢慢变成了 这个世界工厂的一个核心原因 那现在大家最近不在讲说 因为这个俄乌战争 所以要求这个很多大公司大企业 要离开俄国 不能在俄国继续投资 生产什么等等 理由是什么呢 人道理由 对不对 好 那大家同样用人道理由 要求过中共说 新疆子选棉花什么等等 那你 对很多国家开始制裁了 选棉花 好 NBA不是也说要制裁中共吗 对不对 然后一个球星出来讲说 中共这样做 不对不对 就是NBA去制裁这球星 所以换句话说 在经济利益跟人道主义 或价值观之间 这个对抗呢 它现在是一个拔河赛 除非大家现在都觉得说 我们觉得价值观更加重要 我们宁愿牺牲经济利益 否则你说 你要用同样方法去 制裁俄罗斯的方法 来制裁中共 那个 现在说应该说非常困难 当然最近你又看到说 美国商务部长 Ramondon女士出来讲 他说 如果中共去帮助俄罗斯 然后中间有我们美国制造的半导体什么等等 或什么重要零部件 那我们一定会制裁中共 然后制裁它的一些公司等等 用同样标准 就是他会讲说 我们要制裁到它基本上不能生存 换句话说让这些公司基本倒闭 如果他讲的是真的 如果他真的做下去的话 你看见就是美国 美国会打击中共大概几十个 甚至上百个像什么中兴啦 华为这种企业 那这个对中国冲击非常大的 但反过来它对国际冲击也是非常大的 大家不要忘记 所以它是一个两面刃 那金融制裁的部分我觉得恐怕更加困难 因为是对中国大陆对国外依赖很高 但是因为贸易是双方的事情 所以我刚刚讲说 除非欧美国家能够愿意说 好我认为价值观高于经济利益 那我真的就制裁到底 所以我在二十多年前我讲说 如果照这区子走下去 中国的经济跟世界经济 这么密切结合的时候 你说杀人一万自损八千 现在恐怕不是 你现在去杀中国杀人一万 可能自损九千 所以我不说不应该去做 我是说你如果真的要用经济 经济和金融作为武器 去制裁中共的时候 你也想清楚你也算清楚 第一会不会产生效果 第二就是它返还的副作用有多大 你是不是能够承受得了 说来说去它就是一个双面刃的问题 所以我一直在提醒我说 对我们绝对认为价值观高于商业跟经济利益 那问题是你欧美国家 你要考虑说制裁中共的时候 你也想说我有什么更好的武器 所以现在美国做了美国的做法就是 我只能展现我的军事实力 然后嚇阻战争的爆发 我不能说战争爆发之后 我再看我来怎么办 是 好我们现在看到 俄乌战争的冲击下 像旅美的中国经济学者何清廉 他最近就有文章指出 西方全面的制裁俄罗斯 使全球的分工体系要重组 而这对欧盟各国的冲击比较大 因为这些国家他们的市场跟资源两头都在外面 那此外呢 西方30年来盛行的和平主义政策 从1990年代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 他认为是已经要寿终正寝 那未来的世界秩序 他认为恐怕是难以依靠和平主义的理念 而更多的是要看国家的实力 这就让我们想起这个1980年代的雷根 2020年代的川普的以实力求和平 还有强调自由且公平的贸易政策 所以请教桑普 您怎么看何清廉这样的一个评论观察 何教授的整个理论 我觉得大家可以在网上看到 他点出了问题 但我可以做一些补充跟有一些修正 全球化是不是画上了修指弧这一点呢 我觉得还不至于 这一次的恶物战争的确是一个大的觉醒 尤其对于专制的力量 在价值观上跟自由世界的碰撞 有非常大的觉醒 但我觉得在全球的格局的重组上 还远远没有到那个全球化修指弧的地步 那当然我觉得整个战争的时间 要拖多长是一个重点 如果说他在几个礼拜 几个月内达成和平协议 或者说俄军被打败或者撤军 那这个情况就没有形成一个新冷战的余地了 因为那个对手都已经垮了嘛 那这个情况大家就不要太过于的那个担心 反而是大家忠信还是放在中共身上 那这个何清廉教授这个文章里面 他陈述的主要可以一句话可以形容得到 就美国要强起来 欧洲也要强起来 那这个地方是对的 因为你看到他举了很多的事实来说明到这一点 他在文章中说 美国考虑调整战略对手的次序 这个地方等于说 以前呢就二加三战略变成是一加四战略 就是以前是那个把中国跟俄罗斯并举 成为是头号敌人 三四五呢可能是涉及到比方说伊朗啊 北韩啊 还有那些极端恐怖主义的国家 但现在是一加四就把中国视为首要对手 而把俄罗斯置于次要威胁的层次 那这个情况有没有改变 经过这个俄乌战争 结论是这个战争没有真正的改变 他认为这个是欧洲的911事件 但是主要重点还是在于中共本身 所以这个地方没有真正的让美国 把俄罗斯由衷的视为头号敌人 虽然表面上是 但是实际上对中共的防范还没有停息的 而且参众两院的军事委员会 40个参议员敦促拜登政府 2023年的那个财政预算案 考虑在考虑通膨因素之后 增加国防预算5% 而且中国从来前所没有的军事化 军事现代化 已经在西太平洋的关键区域 把美国甩在后面了 当然有夸张的部分 但基本上是增加国防预算的意思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整个在寻求平衡的时候 不要忘记中共正在螳螂不惨 黄雀在后的黄雀 这要很小心 欧洲方面也开始增加他们的军费 德国的那个总理萧茲也说 1100欧元投资到联邦国防军的特别资产 把军事军队现代化 欧盟理事会 欧盟部长理事会跟欧洲理事会 都通过了要有一个更强大的欧盟 在安全行动投资合作四个方面 能够去为那个跨大西洋的一个政治力量 做出贡献 而且讲出这个是北约的补充 不是替代北约 所以大家说如果你认为多极化是 美国一挂 欧盟一挂就多极化 其实不是 他们自由世界还是连成一起 每个国家之间 当然有国家利益的冲突跟矛盾 但我不认为说 欧盟会离美国而去 这个地方是很肯定的 更重要的是 何清廉教授用到和平主义这个字 他也澄清 不是英文pacifism的意思 因为pacifism就是绝对的反暴力反战 就算人家攻击你 你都是要和平面对吗 那这个情况不是他的意思 那和平主义这个词语 是由法国和平运动家 Emil Arno 他是在那里推动的 那这个追求和平的地方 基本上是 无论左右派都有同样的一个理念 这种追求和平的那种想法 其实没有大的改变 我觉得要反对的是基辛基主义 就是为了去谋求商业的利益 而去追求表面上的外交斡旋与平等 这个地方才是我们觉得最担心的 还有一些左派本身根深蒂固的 一些不切实际的一些想法 所以这个地方才是关心的地方 而不是攻击一个和平主义 我认为现在的地方是以实力谋取和平 这个地方是无论 这个是雷根还是川普都有的共识 那拜登演练出来的结果 是有点进退失据 有时候他大嘴巴 也讲了说 那个Putin should not be there anymore 那要普丁离开 那这个话我觉得说 应该是可做不可说的事情 但你可以看得到是在整个局面来讲 美国会更强大 因为欧洲会变弱 不要以为欧洲会变强 不是 他会逞强 逞强 因为他会比方说增加1100欧元的军费 在那个地方 也要交足给北约 每年GDP2%的那个军事开支 他要负担 因为早就承诺到的 川普起了头 当时多少人去说 川普离欧洲那个盟友而去 那现在发觉到川普这个说法 是对的 因为欧洲盟友现在面对战争威胁 真的要跟对 不能不跟对 那更重要的是 全球化会不会休止呢 全球化就是刚刚明教授也讲到 就是全世界一盘棋嘛 你要现在所有的那个Tesla Google Facebook 完全离开美国以外的所有地方 归回美国去 可能吗 不可能 那你看到 俄罗斯是一个短暂的很多外资撤离是事实 但是随着战争的过去 你看到英国的首相强生也说过 一旦战争结束 俄军撤退 英国就会撤除对于俄罗斯的制裁 讲得很清楚 所以这个事情不能够看成是一个长期的一个事情 而是一个短暂的阵痛 但重点是 何教授也讲到一个点是多极化 就是他说全球会面对一个多极化的社会 我觉得说不太认同这一点 大家知道说全球如果单极的社会 是最稳定的 双极的社会是有恐怖的平衡 如果多极的社会就会非常乱 那这个多极社会出现在人类历史上是相当少的时间 在中国也是相当少的时间 在全球也是相对少的时间 那你看到这个俄务战争会导致自由世界更团结 专制集团就两个很重要的国家 一个是俄罗斯 一个是中共 那俄罗斯这个地方会被削弱 那中共会承受存亡齿寒之苦 现在他是当快乐第三人 但坐稳多久不知道 所以这个地方两极的态势还是存在 所以是两极而不是多极 那我觉得这个整个来讲 全球分工体系的重组 跟金融制裁跟出口管制会持续 所以俄务战争是三组不同的词语 战争是表面上的 第二个是制裁 是现在在控制当中的 但我觉得最重要是重整重组 重组这个地方是慢慢的 不可能立即改变的 而这个重组产业链的重组 待会我们讲到关于稀土的情况就更加严重 所以我认为说何教授开了一个好的头 但有很多的论点还可以补充上去 才能完善起来